《青春的天》 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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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开风流过 报清天 铁面无死 边中间 江湖浩浅来相助 王朝和马汉在身边 川天树 神情如烟 奢地旅树 是条好汉 川山树 铁笔圣 元香树 伸手不斑 企茂树 一生虚胆 汪州 伸手不斑 这无数 意见 females 为恋 陛下都无力流传太平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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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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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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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是中了罕见的乌珠之毒, 目前尚无能结此毒之丹方。 那母后岂不是? 皇上请不必担心, 宫中有能结此毒之物。 你还不快说 本草纲目上记载 青龙珠能解天下奇毒 据微臣所知 宫中正有这么一颗青龙珠 不管什么珠子 谁能治好母后的病 你就快去拿来 王统领 传圣上旨意 立刻到库中 把青龙珠拿来 是 宫中有这点宝物 朕居然不知道 起奏圣上 圣上日临万机 此等枝节小事 哪是圣上老神呢 你所说的那颗珠子 可就是相传中 太祖黄袍加身 青龙献珠的那颗珠子 正是 青龙珠乃是 修炼千年的蛇仙的那代 只要将青龙珠 放入滚水中煮上两个时辰 则水成碧绿 可解天下万 希望 真容易死了 其套圣上 库藏的青龙珠不见了 什么 啊 嗯 刀剑无言 小心割装了自己 尊家何人 江湖多忌讳 我不认你怎么受了伤 你也别问我是何人 姑娘是不是一向习惯用电纸的救命 小女子图狱待人 西蒙兄台仗义元少 小女子深干大德 御前侍卫当拦路歹人 倒也欺欺 这是皇宫大内之务 要么你就统一收藏 要不就毁了它 老大喝 谢谢 这什么汤啊 味道真好 舌汤 喝完它 如果你希望伤势早点好的话 血愁而不甘 此人应该是昨天夜里进来的 昨夜是谁当职 灰太师的话 是属下的当职 贼人夜入进宫道 你们就毫不知觉 要是进来的是杀手刺客 我看你们的脑袋被人摘了 都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 小人该死 太师看他人 事已至此就算砍了他们也于事无捕 倒是先把青龙珠追回来才是当务之急 展护卫 依你看 贼人是怎么进来的 依属下看来 应该是从屋顶上下来的 四壁完好无损 能乎无缺 即使三岁小孩也看得出 贼人是由屋顶下来的 王统领所言甚是 展护卫 大人 看血迹 贼人应该是一个 齐比太师 贼人 应该是由那边逃走的 看爬行的痕迹 此人的壁虎功已是登峰造极 王甘 江湖上擅长壁虎功有哪些人 这得要问问展护卫了 江湖各门各派 品流复杂 光是壁虎功就有好多门牌 但是 能将壁虎功练到如此登峰造极的 却只有一人 王统领 展昭请教 岳天仇 千里独行岳天仇 怎么可能是他 此人一向行侠仗义 受人尊敬 这年头 华娘头卖狗肉的人 比比皆是 而且展护卫刚才不是说过 贼人只有一迷吗 此人一向独来独往 江湖上才称呼他做 千里独行 老夫倒是知道这个岳天仇 两年前 此人在武壮远比武场上 所向无敌打遍各路英勇无敌手 后来听说在决选之时 败在王统领的手下 此人一向心胸独窄 或许他得知 末将现在是侍卫统领 故意闹出此事 想叫我难堪 意味可知 现在不要随便猜测 以免误导案情 太后中毒 命在旦夕 贼人既已受伤 必未走远 该立即出动追索 才是正名 包大人 此事并非只有你一个人着急 总该弄清楚个来龙去脉 才好办事 再说 经济治安是由你开封府负责 现在 非贼的闹进皇宫大内了 要是太后因青龙珠被盗之事 有个万一 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黄统领 立刻派出甄起 欲开封府 协同侦察 青龙珠下落 是 黄统领 此事刻的无法 有劳 离当如此 姑娘不告而别 踏着月色赶路 要是万一遇上歹徒 岂不辜负了在下 救你的一番美意 我应有要事在身 势力之处 尚请见谅 欲速则不达 你这逃命式的赶路 伤口要是崩裂了 可又要喝舌汤了 你人家就是多疑 喜欢自己下顺 我要是对你有歹意 在你昏迷之时 大可为所欲为 我 别你要我的 你还没美得 让人想当护花使者 我的目的 无非是救人救到底 你这么不要命的赶路 万一要有个意外 岂不误了你要办的事 我才不稀罕你护花 大人 可有动静 没有 今天晚上奇怪 这些差爷半夜三斤不睡觉 在搞什么名堂 我说别赶夜路 你这不是说英雄上教 嫌命太长了 有没有人说你讲话令人讨厌 咱们出客栈去吧 狗嘴吐不出枪的 骑奏圣上包人警戒 包请 存在 飞贼可有消息 骑奏圣上 未曾移民开放府所属封锁九门 全力气拿飞贼 至今尚未回报 这该怎么办呢 开封府如果能够对付得了飞贼 飞贼也进不了大内进攻 骑奏圣上 飞贼闯入进攻 开封府也难辞疏乎之责 若有差池 包人愿全力承担 哼 事关皇太后一礼 你承担得了吗 你们俩就不要吵了好不好 启奏圣上 维臣已军用药物 暂时控制住其度的脉烟了 可是 你就快点说吧 是 药物最多只能拖半个月的光景 太后已经写过来 皇上师父 你怎么不早来说呢 母后 感觉好一点没有 头还有些晕呢 皇上 我到底是怎么了 问他们一个个都不说话 像个闷糊噜似的 哦 没有什么 余医师说 您只是劳累过度 稍时休息就可痊愈了 嗯 人说君无戏言 你身为一国之君 怎么说话也不老实了 母后 母后 这 怎么敢对您说话不老实呢 好 逗你的 皇上说老实话 那就是他不老实了 这 语医师说啊 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伤 过两天就没事的 啊 来 哎 又不烫 还吹什么呢 我看他们都是这么做的嘛 母后 来 母后 这药 这药苦不苦啊 不苦的药是治不了病的 就好像在皇上身边 说话不重听 常常惹皇上生气的臣子 多半都是忠臣 来 母后 母后 母后你怎么了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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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一块看一看 皇上, 切莫興建。 那一上一, 魚氣流水。 皇上, 太后只是暫時地屠暈了過去。 皇上, 微臣該死, 方才微臣露出了一事。 在找回青龍中之前, 每日十五時分, 毒氣充賣, 太后將會碰死萬分的。 皇上, 公里面, 楊麗, 你們這些人幹什麼用的? 連看青龍就都保不住! 皇上, 這是公事。 如果手露風生的話, 恐怕被貴賓不太好。 是,是, 小人明白, 小人明白, 柴佳好走。 記住了啊。 是,是, 柴佳您慢走啊, 慢走。 好好照顧這個人啊。 小心啊, 小心啊。 快走, 走, 走。 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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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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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 客官, 請問您要點什麼? 嗯, 給我來碗洋春麵吧。 客官, 本店的女兒紅啊, 可是遠近馳名啊。 这些乱性 小薰不一样 小薰不一样 是 赶快 你慢走啊 赶快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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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好意 只是皮肉之伤 经过一夜的消息好多了 咱该在劳林大驾充当护华时针 宋军千里终须一别 咱们都是江湖儿女 凭水相逢 明日又天涯 这点我请个 小薰不一样 你等我 马上来啊 客官 客官 你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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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慢走啊 客官 慢走 慢走 你们去 客官 请问兄台 可是人称千里独行 月天仇的月兄 在家正常 兄台是 在下斩招 南下 正阳大力 你的兄台 还怎么会 在下在开夫府当差 有一桩案子 想请月兄到开夫府一来 开夫府一 还是人家 新建高大力 正式 你自己点 我去就来啊 放心 不会赖帐 的 你自己点 我去就来啊 放心 不会赖帐 的 大人 学生有一事不明 大力保护 增长一宝 何止万千 所以贼人 只取那青龙珠 而对其他宝物 却弃之不顾 贼人取青龙珠 只有一个可能 疗毒 有此可能 太后中毒 即需青龙珠 疗毒之事 不可对外提及 以免贼人 持诸勒索 是 启禀大人 这位就是月天愁 天愁见过包大人 你就是有千里 独行之称 辖民卓著的月天愁 回大人的话 那是江湖朋友太爱 辖民卓著之意 小人愧不敢当 月天愁 这几日 你可是在荆棘附近行走 是的 听说 你的庇护宫 江湖无人能及 可有此事 回大人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小人虽然自幼习武 但绝不敢自诩天下地义 无人能及 有人指你进入大内宝库 到宝 希望你能够对此事 有所说明 大人 小人虽然浪迹江湖 身无余彩 但还不屑做那 鸡鸣狗盗之事 更遑论深入大内 进宫盗宝 敢问大人 是何人指控 小人盗宝 对方只是就你的武功 做此一策 不足为凭 而且入宫盗宝之人 亦遭机关暗器所上 而你身子剑狼 未曾受伤 谣言不公自破 你也不必网自猜测 嫌疑即是 你一切自便 天仇告诉你 天仇告诉你 有件事托你去办 大人请吩咐 飞鸽传书 统领各地方官府 派人前去各处查看 药铺 明医之流 最近很有人身重 不可解释歧毒 而求医未果者 一有消息 即可回报 不得有误 是 学生这就去办 大人一夜未免 是否要先安歇一下 小二哥 请结账 来 开快 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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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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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小生冒昧 不慎触及姑娘 请姑娘原谅 让开 快点 快 快 快 你干用的 全部带这 叫掌柜的过来回话 是 带上来 将军 小的是本店掌柜 小的听后将军吩咐 有个叫 月天愁的江湖人 可是投诉在你们店里 回将军的话 本店却有一位叫月天愁的旅客 不过刚才 他已经跟开封府的展爷走了 展昭 正是那位展爷 掌柜的 你可知道 我曾朝廷侵犯是要租九族的 将军饶命 将军饶命啊 客栈招待四方旅客 小人并不知道 那月天朝 他是朝廷侵犯 哦 那位姑娘 是跟月夜一起住进小店的 将军有什么话 可以问他 这位将军 所谓非礼物事 将军这一个姑娘家 如此直视不讳 有失体统 你是什么人 有劳将军动问 小生何必 游学四方 古人说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你在唠叨 我会叫你到地狱游学去 将军此言差了 有道是 国以民为本 民以石为天 当此全国用善之际 将军率大军压境 对贼 将军 书中有余 官不可了 就算 在 把这个书丹都拖一遍去 是 走 走 你先人都跑 小人都跑 我还有话要说 敢问 姑娘跟月天朝 是什么关系 凭水相逢 并无关系 哦 一个大姑娘跟男人投诉客栈 只怕 本姑娘跟月兄只是共行一路 在此之前 并无任何瓜葛 将军假话 何必咄咄逼人呢 姑娘可是在叫小生 周三 把那个书丹都给我赶出客栈 是 把他带回府去 我又没有犯罪 你凭什么抓我 把你带回府 不怕月天朝不来 带走 慢点 好啊 踏破体系无必处 月天朝 事项的话把东西交出来 再随我回去领罪 王统领 月兄已经随我回府见过包大人 目前还没有证据 证明他就是进入进宫盗谱之人 丈夫 既是明察秋毫的包大人 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普天之下 除了月天朝的庇虎宫 能够进入宝库 而不被察觉之外 我想不出还有第二人 师兄 得饶人助且饶人 你为什么一定要对我赶尽杀绝呢 哼 你不用喊我师兄 我也没你这个师弟 拿下 王统领 要抓人 先把事情弄清楚 进入金龙盗宝之人 被暗器所伤 可是月兄身上并没有受伤 展护卫 你已犯了协助朝廷侵犯的大罪 通通拿下 卢有据 卢有据 就地格杀 就地格杀 你已犯了协助朝廷侵犯的大罪 你不认为 是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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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我认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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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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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